很開心這個最後我們是能夠來代表 中正萬華出戰 終於放下心中大石 因為民進黨30號排版 中正萬華選區確定徵兆 在地語言吳佩義 並非先前被點名出戰的 雞排妹鄭嘉純 鄭嘉純第一時間也在臉書發文 吐露心聲 強調曾在吳佩義面前說出的諾言 從來沒毀約也問心無愧 仍耐一切安安靜靜 被當沙包打 鄭嘉純更重申 被派去哪就去哪 完全配合民進黨 因為答應的前提就是無所求 那時候嘉純已經知道說 我在準備中正萬華這一區立委的參選 所以也給我蠻多的鼓勵 有些採專造型方面的問題 我也會跟他討論跟他請教 綠營除了中正萬華戰將定案 第三選區中山北松山 也由前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非凡 對戰國民黨王厚威 不管是誰來我這個選區選 我都是按部就班全力以赴 但不只林非凡江漢王鴻威正面對決 文山區部分民進黨也拍板 徵召三連霸議員王敏生 對上國民黨老將賴世寶 用新世代新思維 以及我過去三屆議員問政的成績 來爭取選民最大的支持 一點都不擔心 我在文山區這麼多年 我認為我的戰力 請得去考驗 避免刺客爭議繼續延燒 賴清德火速拆彈 但新北永和採取和無黨籍李正浩合作 依舊扎音不斷 不只民進黨籍里長莊名冤人喊話 另提人選 民進黨基層也有七百八十八人連數 換掉李正浩 該如何平息爭端 也考驗賴清德智慧 三十五皇夜之後才往台北怎麼了